一画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没有所谓的谈钱伤感情 真正的感情是经得起谈钱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一提到钱就犯难的情况 爽快地把钱借给朋友 朋友迟迟不还 自己却不敢向他提还钱而自 遇到经济困难 不敢跟男友开口 他被误解为交往是为了涂他的钱 工作多年不敢跟老板谈加薪 怕惹老板不高兴 碍于情面 不敢把钱放到台面上来说 但却常常因为不谈钱 而吃了门亏 其实啊 大方谈钱 才是正确的做法 谈钱 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别人负责 更是当今社会的生存之道 一 交情好不好 谈一次钱就知道了 有位朋友对我说 2018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糟糕的一年 感情遭遇分手 工作处在低谷 最糟糕的是被网络刷单 骗了几万块钱 意识到被骗后 我整个人都梦了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时的感受 我不敢回家跟父母说 除了怕被骂 更怕他们为我担心 在我特别无助的时候 我给我的朋友发了信息 朋友很快给我回了电话 问我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要说第一时间报警 我说想跟他借点钱急用 他二话没说 给我转了五千元 还让我先用着 等有了钱再还他 我特别感动 我给他写了借条 保证一定还他 现在回想起来 我依旧十分感激他 感激他愿意血中送炭 也很庆幸能遇到这样的挚友 在自己急需用钱的时候 能够伸出援手的朋友 才值得伸交 其实啊 一个人对你是否是真感情 只是在你遇到过不了的坎时 借此钱就知道了 前些天 同时跟我吐槽 他最近准备买房 要凑个交首付的钱 可是凑来凑去呢 还差几万块 于是 他开始打电话 向他的朋友们借钱 但是呢 却出现了滑稽的一幕 有的朋友客气地表示 钱刚好借出去了 现在手头上 也没有多余的闲钱 有的朋友说 自己生意最近要周转 也急需用钱 有的呢 更是听着听着 谎称信号不好 把电话给挂了 多么低级的谎言啊 他摇头叹息 这就是平时称兄道弟的好哥们 平日里说着好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但只要一提到借钱 这个字眼 大家一个两个 都是避而不谈 杨蒋先生说过 唯有身处卑微 最有机缘看到 实态人情的真相 检验一个朋友 是否真心待你 最好的办法 就是谈钱 人品和人心 是可以在钱的细节里 感受到的 真正对你好的人 平日里可能 并不会经常聚在一起 也不会经常对你嘘寒问暖 但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为你两肋插刀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肯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借给你的人 一定值得深交 反之 一提到借钱 就谈崩的友情 其实也没多牢固 大家都参加过婚礼吧 看着那豪华炫烈的舞台 巨大屏幕上 滚动播放着新人的婚纱照 还有会场里的宾客满座 主持人生动地讲述着两人 如何从大学时代的相恋 走向婚姻殿堂的点滴 往事 女人们都在感慨 这场婚礼办的多浪漫 多温馨 多感人 多让人羡慕 而男人们 则是数了数现场的桌子 观察现场的布置 看看桌上摆的 什么规格的烟和酒 盘算着 办这一场婚礼 得花多少钱 没错 男人就是这么庸俗 还记得去年 我参加的一场婚礼 据伴郎说 前前后后 花费了近三十万人民币 可见吧 结婚就是赤裸裸地跟钱相关 情感专家图磊在爱情保卫站里说过 现实中有两种男人 第一种特别不喜欢女人跟自己谈钱 第二种就是他主动和女人谈钱 他觉得让自己妻子过上好日子是一个男人的职责 节目里 男生和女生相恋四年多 在双方都打算结婚的时候 却因为女方提出要十五万的彩礼 吵得不可开交 女生坦言和他交往以来 从没有向男生提出要买什么礼物 但这次是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他觉得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他还表示 这其实只是一种形式 他们家最后还会把男方送的彩礼前 作为女儿的嫁妆还回去 而此时男生却情绪激动地说 我怎么知道给出去的彩礼还能不能拿回来呢 嗯 很显然啊 他就是图蕾老师说的第一种男人 这种男人认为他的女朋友就不应该和他谈钱 谈钱的就是物质女 但如果你不曾和他谈钱 他也不会感激 反而觉得这是应该的 女生就该这样 其实啊 谈钱虽然庸俗 但至少可以看得出 这个人是否值得你去托付终身 交往之中 如果发现对方是那种一谈钱就翻脸的人 请及时止损 作家一书笔下的《流经岁月》 女主蒋南孙和男朋友张安仁交往了五年 感情看起来一直很好 但是 南孙父亲炒过赔钱 情急之下 他跑到张安仁所在的学校向他借钱 张安仁觉得很丢脸 指责蒋南孙 他父亲这样的做法令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 蒋南孙感到十分失望 他甚至在张安仁的言语里 听出了蔑视和鄙夷 越现实的问题越能暴露出一个人的本性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蒋南孙可能一直都不知道张安仁是如此自私的一个人 没有所谈的谈钱伤感情 真正的感情是经得起谈钱的 因为钱的背后所承载的是一个人对你的真心 其实呢 谈钱不禁不会亵渎爱情 还会帮你甄别男人是否可靠 和敢谈钱的男人在一起 感情才能长久牢靠 三 关系再亲密 该谈钱时还得谈 曾听人分享过这样一段经历 2020年 疫情肆虐全球 大量外国订单被取消 很多工厂因此遭受了重创 他姐姐的工厂也难逃厄运 由于工厂发不出工资 很多工人因此辞职了 这时 他的姐姐找到了他 希望他能够来厂里帮忙 帮他渡过难关 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在厂里帮忙的那段时间以来 他一直都没有收到他姐姐 给他发的任何补贴 他觉得很纳闷 刚开始厂里不景气 没有收到补贴 可以理解 但是后来的工厂情况 开始好起来了 他还是没有收到工钱 这就不能理解了 没有功劳 也该有苦劳 辛苦钱还是要有的 思来想去 他找到了姐姐 向他说明情况 自己这段时间来 没有任何收入 希望姐姐可以把工钱 补发给他 被自己的妹妹这么一提醒 姐姐拍了拍脑门说 哎哟 都怪这段时间太忙了 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我马上处理 果然呢 他在第三天 就收到了补发的工资 常常看到人啊 在网上问 去亲戚店里帮忙 应不应该要工资呢 亲兄弟 要不要明算账呢 都说谈钱伤感情 可一味的谈感情 不谈钱 他也未必是件好事 付出了心血 得不到报酬 难免心生计较 关系就会变得疏远 甚至反目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 正是因为太多人 把情看得太轻 觉得是自己人 无关紧要 导致到最后 产生了一些 不必要的矛盾 亲密关系的购买 这本书中提到 金钱和情感 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关系再亲密 也不能在金钱的问题上 产生疏忽 相反 越是主动 和亲人谈钱的人 越不会在金钱问题上 处于被动状态 还会因为真诚 更加拉近彼此的关系 开诚不公的谈钱 可以避免过多的情感消耗 对维系感情 反而是件好事 电影《寄生宠》里 有句话说得很好 钱就是运斗 把一切运平了 他能运平人们之间的隔阂 也能运平 世间所有的感情 钱的问题 越应该开门 见山地说出口 闭口不谈 会导致相互猜忌 再好的关系 也经不起折腾 很多人认为 谈钱伤感情 但其实啊 不谈钱 才最伤感情 贪钱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而是一个成年人 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了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